我媳妇最大的噩梦 婆婆来了 你现在把你的婆婆 当做你最大的客户 12月8日 中天娱乐台 婆婆来了 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 辩论会之后呢 首次亮相 他去桃园扫街拜票 他对于这个现场呢 包着草莓的糖葫芦 非常的好奇 跟一旁的随护 还有选民分享 一项有话直说的他 对媒体还有名嘴喊话 希望大家心存善念 副总统变认会结束后 林瑞雄第一次公开亮相 就是下乡帮忙造势拉票 到庙里祈求选战顺利 但没想到才刚坐下来 立刻为在座媒体 投下震撼单 我总统一做结果 心存善念 起心动念就开始 决定你将来的 所以我希望 那些媒体记者 或是零嘴教训 对他们做好的结果 真的是出身之毒 不畏胡 林瑞雄说话直接 让人印象深刻 但选战倒数在即 还是有人不认识这个 最近因为电波议题 夯到不行的 副总统参选人 第一次看过他 都算 短时间内 每一个店家都要拜到票 脚步当然不能停 但是经过一间 卖糖葫芦的小店 林瑞雄忍不住 停下脚步 为了拉选票 林瑞雄和选民拔钢筋 就连小小一支的糖葫芦 也要你一口 我一口和大家分享 身为政治界的新生 一举一动 格外引人注目 但是看见甜食 也是欲罢不能 真的是好友赤子之心 中文新闻简正峰 黄迅洋 桃园 参谋部导